好我們平常在新聞媒體上面 當然我沒見過他本人啦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們真的看到了好像很腼腆啊 講話就蠻害羞的話也蠻少的席字如今這樣子 但是有人講說一來說看他有什麼 穿耳洞啊什麼是不是 其實個性有人今天用悶騷來形容他 有的人講說牡羊座到底是不是悶騷 安格斯牡羊座真的可以跟悶騷或是 緬點這些話上的關係嗎 這樣牡羊座真的他完全扯不上悶騷跟腼腆 真的嗎 牡羊座其實是一個非常會就是在第一時間 就會去抓機會的一個星座 散熱放電型 散熱放電型 他們因為熱情然後自信 但是牡羊座也單純 所以這也是我們說到說像這種事件的發生 一時的感覺上來了 牡羊座就會動作先做然後才想 但是我們一般有時候會用一個詞來形容牡羊座 牡羊座眼睛他看的距離比較短 他有時候不會想後來的事 而且他沒有天生樂觀嘛 有時候會認為他的事情 過了就算了他會樂觀的去看 想說這個結局應該會往好的發展 所以是不是可以講說他那天在KTV 如果認識這個不管Cindy還是什麼的 他就沒有想那麼多今天晚上 就是今天晚上 或者他認為 就他自己的判斷就是這個女孩子 他覺得其實後來情了就了了 沒有事了 牡羊會自己這樣主觀的告訴自己 結局會往好的發展 所以他就傻傻的 牡羊座就是這樣一個星座 所以後來發生事情他會突然措手不及 其實你如果說是像細膩一點的天蝎或是處女座 他事發自己就會很不安他就會找另一半去做解釋 欸我其實有做錯一件事 處女啊天蝎啊水瓶他都會先解釋 他會以後爆發出來的錯做準備 可是其實牡羊基本上是一個樂觀處理者 好那麼剛剛加入我們的韋志兄 剛剛他有講到說人家講說 他這個是不是牡羊座啊所以就悶騷啊 但是我們的星座王子說才沒有呢 他根本就是熱情自信 但是我們平常看到的王建民啊看起來不是那麼 那麼也許是這個所謂牡羊比較外放的這個樣子啊 他私底下本人到底是什麼樣子 其實王建民啊看看 有人說他悶騷喔是說因為他也會打耳洞 你看他每次11月後回來的時候你看 哇那個名牌包 髮型手上大的手錶 其實好幾個球員都這樣啊 欸在紐約那個時尚的一個城市 本來這樣裝扮是合情合理嘛 那麼記得他讀北體的時候他就染金髮喔 真的喔 那時候20歲就已經染金髮了 然後那個到美國那兩百萬千元金 那當然小年們薪水比較低 他當時就有這樣的一個身價要去打理自己 但是大家認為說王建民私底下他是會抽菸的 大家不太了解他 其實以前他抽菸抽的 有被拍到過 對抽菸還抽蠻兇的 蠻兇的喔 對啊所以為什麼說在2004年在雅典奧員的時候 有人說他也是買菸 他不太了解說菸的這個這個大家喜歡的品牌 全部把那個因為菸是用的自動販賣器嘛 全部都把掃一掃而空 反正他也是跟隊友感情也不錯嘛 那另外這私底下 你說他悶上去他蠻忠心的說 我們昨天有提到他私底下 他會做很多公益的活動耶 你不要說他只是商業的廣告而已 找場的基金會或是說 捐贈給他那個基層哨棒的那個 他都有做 所以我們覺得說這兩三天下來 其實也幫他講一點話啦 因為只是說我們認為說 這個經濟人公司 是不是 當初也是一個共犯結構 你也幫王建民隱瞞了 這個吳嘉玲小姐 那另外我們在擔心說 這個王建民有沒有對經濟人公司坦白 你看從昨天消息出來是 他跟這個小姐跑了美國 什麼阿拉巴馬州有沒有 內華大州 放風箏啊什麼的 對 多浪漫 經濟人公司難道不知道嗎 所以說可能王建民有一個 我們不知道的那個 那個那個面向 那個我們完全不理解的 因為我們不是在他身邊的人 就是說從這個星座 從雪晴說到門上棒球員 本來稍微有一點點 私底下的那種 我覺得是OK嘛 因為他是職業的運動員 而且他現在目前是這個 這個在美國大聯盟的也是 這個名球星之一 我覺得這種合情合理啦 所以我覺得說大家也不用 用那種比較說 說科者的眼光在探 在探討他私底下的這個部分 不過呢 在這個之前啊 競平吳嘉玲還曾經講過說 劍仔是100分的男人 他的岳母甚至說 他是200分的男人 所以看到這個新聞 真的心裡要做何感想 主要就是說 吳嘉玲很欣賞他老公 不管到哪一個城市去比賽 都一定會打電話回家 跟他報平安 然後呢 一般球員他可能打完球 比賽完 或私下的生活 可能夜生活也會很精彩 不一定 但是王健民他打完球啊 比賽結束 他沒有公事的話 回到家就是幫他做家事 幫他做完家事之後 就是幫吳嘉玲分攤完家務之後 他就是會自己做 王健民自己做的事 比如說聽音樂 看電視然後就睡覺 所以其實他的生活是很單純 至少在吳嘉玲 他的太太的眼中看來 這個男人真的是一百分的好男人 所以當有朋友問他的時候 他還很勉腆 不知道啦 就是一百分 總之是一個很好的老公 所以你可以感覺說 吳嘉玲他時時刻刻享受 在那種夫妻倆的那種甜蜜當中 而且兩夫妻就是 真的會彼此虛寒問暖 很關心對方 然後呢 他的岳母呢 就是陳岳梅女士 就是在那個 就是吳嘉玲嫁給王健民之後 那其實王健民對他的那個 他也是表現的就是 那個讓人家覺得 丈母娘看你去 越看越買的那種感覺 那有一次他讓岳母就講說 有一次那個 王健民在跟他那個 吳嘉玲他們的那個 兄弟在聊天 然後後來碰到他 因為他岳母是做生意的 要擺攤嘛 然後從那個貨車上 要搬東西下來 剛剛清禾大哥有提到說 在大聯盟投手 其實不要說在 比賽球技期間 或是球技之外 你對你的手都要很小心 我們也曾經看過 大聯盟投手 在場上表現 那個受到影響 火大了 到了場內球員 就是一拳去捶那個衣櫃 捶到自己手骨折 然後被球團處分 也有這樣的案例 那所以在那種 王健民他對於他的手的保護 是很小心 其實這個吳嘉玲 跟他的家人 他媽媽都知道 所以當王健民還是很貼心喔 這是一種自然反射 一種反射舉動 他看到岳母在貨車上 搬東西下來 很辛苦很重 他就想要去幫忙 搬那個重物 然後幫他岳母 這是一個幫老人家 幫長輩都應該做的事情 何況王健民身為那種女婿 又是晚輩 然後所以後來當岳母 看到這一段時候 他就覺得 不好意思 他自己來就好 還一直跟王健民 王健民就堅持要幫他搬 幫他玩的家事這樣 他們都還很擔心說 他的手會不會受傷 所以當王健民的岳母 看到王健民這樣 對他的老婆 然後而且兩夫妻 又彼此那麼恩愛的時候 他也覺得說 真的很滿意這個女婿 人家也問過他說 那你覺得你這個女婿 你滿意嗎 他說我希望他們兩個 很幸福就好 希望他女兒嫁給王健民 能夠找到他的幸福就OK 然後他也覺得 這個女婿真的是200分 比他女兒還多給100分 但是在這個事情之後 真的是給他的岳母 跟他的太太 一個重重的打擊 這個分數 不知道會不會開始扣分 和扣多少分 不過親和兄 他在復健的時候 然後那個時候呢 他什麼小孩子還在 還在坐月子啊 剛剛我聽了才知道說 原來這個時間點是這樣 然後家裡還有老婆 還有小孩子在坐月子 然後他還可以在外面 交一個女朋友 還可以去放風箏 還可以去幹什麼的 復健的生活 有那麼清閒那麼不忙 復健一天九個小時 哇那也是等於是一天 Full Time上班的時間 枯燥 主要是枯燥 枯燥了以後呢 他太太剛剛在坐月子吧 如果是按照時間 我們看報紙的講是這樣子 這個一個那麼勇壯的男生呢 那個時候做的那個 剛剛你講的一句非常好 我一定要把他發養光大 沒玩過的好孩子 沒玩過的好孩子 沒玩過什麼壞事 他就去玩了 玩了也蠻刺激的 他要這麼想 是 請